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是说第九 第十 第十一 今天继续说 《不护基严》 第十二 若菩萨不护不信之言 不护基毁 亦不随灭 若实有过恶 不随灭者 是命为犯众多犯 是犯染污起 实无过恶 而不随灭 非染污起 意思是什麽呢 若菩萨 包括在家 修持菩萨界的人 出家 包括在内 不护不信之言 护即是防护 愈防 不护基毁 亦不随灭 即是说产生一种基严 基严有两种 有些人不信佛法 对佛法或有些反感 或有些基严 或是很怀疑 不相信佛 不相信佛的 有一部分他可能相信佛法 但他对菩萨的行为 对于在家也好 出家也好 的行为 他时常生起基严之心 而不相信 或者生退心 不护基毁 即是说菩萨在平时 未加预防 使得人对于自己的行为 生了基严 而间接或直接 是毁谤佛法 不护基毁 即是说 只未发生基毁之前 菩萨不去预防 亦不去除灭 即是说发生基毁 在基严之后 亦不去除灭基严 不去attempt to 即是不去想尽办法 令人去除灭基严 有两个事情 一个是发生之前 一个是发生之后 发生之前 不理基严 而去做的事情有多少 要举个例子 你已受菩萨界的在家居士 你去casino赌钱 贪心赐盛 那些场所是非受菩萨界的人 应该去的 就算你去到 我不是赌钱 我想去那里走一走 我想去那里观光 也不行 为什麽呢 你没有做到赌钱 这件事 赌博这件事 你没有做到 但是你去观光 游览一个圈 就会产生基严 你没有做 你没有预防 你要预防别人 对于信佛的人 受菩萨界的人 产生基严 你不可以去casino 你不可以去风月场所 你不可以去night club 或者你不可以去一些 不应该去的地方 因为会产生基严 另外 如果是出家人 出家的菩萨众 商店 如果在寺院或收入很丰富 买个Ferrari 打开豪华奔它时 本书轻开的奔頤车 2003 或者 Become a Rolls-Royce 跑车 不但引起基严 仍是着实做了这些贪徒 名文利养的 为了名誉 为了享受的事 这是犯了 不单止犯了 犯了两重界 做了这个个恶 还创造这个基严 所以有时候在香港 有些居士 香港的居士 他们出入是 是贪士 有时候 他说 观澄法师 我们去哪里 你走到贪士 也不是很舒服 因为人家看到这个人 在香港很多人 出入的场所 你在贪士560 是否最好的贪士 你又进去又出来 哇 这个和尚 坐贪士 你说和尚是 清修的 和尚是 黄洋佛法 是很清苦的生活 不贪徒 明文利养 不贪享受 为何这个和尚 经常走到贪士 出入贪士 旁边还坐着司机 司机还有制服 这些就要有四受机嫌 寧愿有时候不如乘坐地铁 乘坐地铁 乘坐地铁 有时候乘坐贪士 乘坐地铁 随时去到哪里 不会塞车 随时 一上站就可以去到 乘坐贪士 更麻烦 有时候应该一个小时 或半小时去的 结果一个多小时才能去到 所以这些是机嫌的事 如果你是出家人 有居士 我们去素食 我们去齋菜馆 附近没有齋菜馆 很远 结果 那里有一间 风月海鲜酒家 我们不如在那里吃 你出家不要紧 你过午不紧 我会叫齋 我们吃肉 你吃齋就可以了 你说这样啊 那我就去吧 进去海鲜 一进去有一个大的鱼缸 里面有龙虾 橡拔棚 石斑 全部都有在那里 出家人去到 还望望金鱼缸 望望缸 再走进去 引起基岩 谁知你出家人是否去吃肉 为何要去海鲜酒家 虽然说 我去到海鲜酒家 我是持素的 我吃素的 我叫他炒素出来 他一定肯炒 素食 也不行 为何 你引起基岩 你就犯了 不户基岩界 虽然你没有做了这个恶 但你犯了基岩界 别人对于佛法 你看看出家人 去海鲜酒家 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 就是吃肉 一个就是吃肉鞭菜 出家人可以吃肉鞭菜吗 肉鞭菜有肉的 有肉汁的 第三个可能性 他不是吃肉 又不是吃肉鞭菜 他只是吃素 但也是犯了界 也是犯了 特吉罗罪 不户基岩界 你没有维护基岩界 在家的 菩萨 受菩萨界的人 有很多事情要注意 你去到佛堂 佛堂有比丘 比丘里面 有个 讲经堂 或者有个精舍 精舍里面有比丘的房间 受菩萨界的女居士 随随便便走入比丘的房间 不可以 受了基岩界 不但你受到基岩 令到比丘都蒙上受基岩的污点 两者都犯罪 所以你要注意 你不能随便走入比丘的房间 还有 我看到有些居士 男的居士遇到比丘来 大家有好朋友的 拍肩头 拍肩头又不可以 我见过了 拍肩头 或者拍你的手 不可以 这是受基岩 不可以的 你是男众 受了菩萨界 就算你不受菩萨界也好 我没有受到菩萨界 我跟比丘尼拍肩头 可以吗 如果你跟比丘尼拍肩头 比丘尼 随便你 还跟你笑 他也犯了这个不护基岩界 如果他认为没有伤肝 没有问题 你怕我肩头 你表示 表情对我好感 你就犯界 因为你应该是苛斥 应苛斥而不苛斥 就犯了 犯了下面的 不折腹众生界 所以这个不护基岩界 是很重要的 如果 如果你买了一些 供养品 供养 出家人 如果这些供养品里面的装饰 受到基岩 也不可以供养出家人 举个例 你买 我买两瓶素蚝油 这两瓶素蚝油 看上来是酒的瓶 现在的装饰是很精致的 你那些瓶看上来是喝 白兰迪威士忌的瓶 你给了白兰迪威士忌的瓶 别人以为 别人一看到 这个是出家人喝酒的 我见到那个居士给他喝酒 又是有基岩之界 所以要很小心 你尽一切力量去做到 而受到基岩 就不要紧 但你没有尽力量 去维护基岩界 就是犯戒 我又听过 有间寺院的 出家众 他的收入越来越多 他认为 收入越来越多 我要将我的寺院上市 go unto the stock exchange 没有 有些寺院将自己的temple list it unto the stock exchange 行不行 他说不行 就犯了这个基岩之界 你为何要把寺院投资 投资 我不知道他能否明白 如果把你的寺院 list it stock exchange 是拿本 把别人的资金集合 放在你的寺院 而这个资金 股票不断上升 由一元升到两元 两元升到三元 三元升到四元 一直是由别人 因为你的寺院 而赚的difference 他三元跟你买一个stock 到时 他六元买出去 他赚的 他不是赚你的寺院 他赚了别人 但由你的寺院 而赚 三元 但人们对这个寺院的批评 会怎样 万一那个stock 一爆煲 你便骗人 有得他上市 不但犯了基岩之罪 还有其他的 等流罪 圣罪 戒罪 同时发生 所以 一条街 你认为很简单 这条街不简单 可以里面诗 可以写很多出来 写很多文章 这条街可以写很多文章出来 例如 你的寺院 出家人 如果你在普通的城市里面 是apartment 你唱念 繁拜的音乐 为了想听到的 教的麦克风放得很高 打扰了邻居 打扰了邻居之后 别人说 这些出家人 知妖邻居 无功得心 终话信佛 引起基岩之戒 别人是温因为你不小心 不不护基岩 把麦克风扭得很大 你以为 让你的邻居中善根吗 善根未中 便恶根才起 别人对你反感 不是 有些人未必想得通 我开大一点 入住他的耳根 入住他的耳根 永为道种 他这样想 不是入住他的耳根 入住恨的根 亲恨的心的根 你不护 不护基岩之戒 所以 这些 很多不护基岩 去到很细微 要小心应付 下边 不犯者 若外道诽谤 及于恶人 若出家乞食 收善 恩怨 生他机毁 若前人 若亲若狂 而生机毁 是菩萨 戒本经 如期戒本经 善生经 他的开遮词范 是很明确的 何时是犯重 何时是犯轻 何时是不犯 是很明确的 有些戒本未必是明确的 例如凡妄经 但凡妄经的含义是 所谓菩萨界的总和 但凡妄经 这些凡夫菩萨 未去过境界 很难修 不是凡妄经 受菩萨界 便不要医凡妄经 医这个简单 并不是 凡妄经的 wisdom level 是很高的 即是我们未去到那个境界 为何未去到那个境界 如果要供养人 可以自割身肉去供养 我未去到那个境界 我怎能自割身肉 未去到那个境界 并不是凡妄经 不具体 而是 那个境界还未达到 这里就很简单 讲述不犯的 爱道诽谤 如果爱道无意诽谤你 这个就不要犯了 恶意 促意来诽谤你 用邪说 来诽谤你 这就不算犯了 或是恶人 无理取闹 无理 无理说你有基验 例如你出家人 穿着蜜 穿着蜜 蜜会缩水 会短一些 会长一些 穿着蜜那么长那么短 无理取闹 会有的 或是你出家人 你的头发 那天有些慰望 有那么长 未修短 你不是出家人 你的仪表不行 这些是恶 恶人无理的 那些是不凡的 不算是凡的 若出家乞食 修善因缘 生他机毁 若是出家人乞食 令人有基严 在香港试过 在香港有些出家人 在地铁拿着拨 带着金丝眼镜 好像很文质质的出家人 还是文人 他不会找过 街市很粗犷的人 他不会找过 好像教书先生的人 穿着身裏的袈裟 很干净 站在那里 拿着那个 当当当当 拿钱 这些是什么 是假的出家人 这些会引起基严 如果引起基严 因为他自己也没有这个界 当然有很大的罪 如果你是 真真正正的出家人 而你在香港 的地方 而拿着这个拨 乞食 那你就受基严 为什麽 因为香港佛教领袖说明 中国的和尚 在现时的情况 是不会出来乞食 南传的就出来托拨 你出来乞食的 就被人基严 说你这个不是真正的和尚 其实你是真正的和尚 这个界 不护基严界 还有很多要说 近代的邪说众多 邪说纷纹 有些宗教 报教的时候是强加手段报教的 为什麽强加手段报教 送奶粉给你 送糖果 用很多种方法去报教 如果你是佛教的时候 你用一种这样的 过分的利益去报教 都有基严 即是说你报教的方法 不要强施别人 即是说 No indoctrination You try to indoctrinate 你强迫 你一定要先 你先不先 你一定要先 你引起别人的基严 引起别人的亲恨 这是不护基严之界忌之一 前面你要知道 如果是恶人 那些 无理取闹的 你不算犯界 你不算犯 这是有开眼的 不切伏众生界 第十三 若菩萨观众生 应以苦切之言 方便利益 恐其严老 而不为者 是命为犯众多犯 是犯非染污起 不犯者 观比现在少所利益 多起严老 不接伏众生界 如果有些恶人 他是有过恶的恶人 他有恶事 做了出来 而你不去劝奸他 你不去苛斥他 停止他 你也是会犯戒的 但如何去苛斥他 如何去劝奸他 这些东西 你要有wisdom 你要有judgment 你不可以无judgment 即是你要知道 何时要劝奸他 何时不劝奸他 有菩萨观众生 应以苦切之言之后 观察一类众生 可以度化 但因为个性刚强 用慈悲去泄受他 不能够接受你 必须用苦切之言 即是说 你很慈悲 你要有心佛 心佛对你好 你用慈悲的言语 他不一定接受你 还有他犯了 做了很多恶事 你一定要用苦切之言 要呵斥 接服他 令他生信心 消除罪恶 这是权效方面 有时你要大声地跟他谈 你要荷斥他的 应该荷斥他 就荷斥他 哎呀 怎么样啊 师父对你很慈悲的 你不要这样 他怕你吗 他不怕你 你要大声地跟他讲 你下一次不要这样 如果是你很慈悲 你不愿意讲 你怕这个心 哎呀 我这样讲 他这个心不舒服 我这样大声 他不舒服 产生烦恼了 算了 算了 你犯戒了 你犯了 你犯这个 不疾伏众生改了 你应接服他 你不接服他 但是这个权效方便 你有智慧才可以 什么时候你声音要大一点 什么时候你要严格一点 什么时候你又慈悲 这个要很有很高度的智慧才行 如果是你没有这个智慧 没话讲了 你没有这个智慧就慢慢要求菩萨给你这个智慧 但如果你怕 以忍悟的慈悲 你不接服他 那你就犯了 是犯了 是名为犯众多犯 是犯非也无其 但是是轻罪 这个不是众罪 是很轻的轻罪 你应该用强的语言跟他讲 你不用 这是犯的轻罪 不犯者 不犯的 悲观现在少所利益多喜 俘虏 有一类的人 他的精神虽弱 你苛弃他 他会自杀 他精神有问题 你大声骂他 他自杀 你要很小心 或者是他有 某一个程度的精神的问题 这一类的众生 你要很有智慧跟他讲的 你度众生很难的事 众生很难度的 声闻远觉的人不愿意 太烦了 我不愿意这么烦 我就到山上去住了算 那么你是小乘佛法 可以 你是阿罗华 你不是菩萨 你是自度 你不是度他 你当菩萨的人 你还嫌烦恼 越烦恼的地方他越去 地狱够不够烦恼 不但烦恼还苦呢 那地藏菩萨说 哎呀太烦恼我不去了 地狱太苦了 我不去了 行吗 你不是菩萨 你不要说你是 我是大圣菩萨 我是大圣菩萨界 我是中国的大圣的和尚 不是 你身穿的大圣和尚的衣服 你修的法 是小乘法 所以你要注意这两点 下一个节 参达报佛阁 约菩萨 骂者报马 参者报参 打者报达 惟者报惟 是命为 凡众多凡 是凡 淫无喜 你亲身去 骂 亲 打 惟 是凡众多凡 凡 淫无喜 土之罗里面的宗罪 你跟上面 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时候你应该大声 什么时候你不应该 但你都要知道 而且 譬如亲 亲是非理亲和顺理亲 他不讲道理 亲心众 这是非理亲 非理亲 你能够接服他就要接服他 你必须看情况 如果他非理 一样 他是非理的 你让他打 让他骂 让他亲 他没有理由 你一点都不合起他 你这个就犯了第十三戒 但是他打你 你要打他 不管什么 你打我 我要打你 你骂我 我要打你 这个就犯了第十四条 所以你要用智慧 用智慧 去处理这件事 这个不是简单 如果你犯了 骂打亲 毁 你都犯了 你是土之罗里面的宗罪 有时候 骂 不一定大声骂 用文字可以骂人 好像是苏东坡 苏东坡和佛印禅师 有时候两个用禅对骂 是用文字去骂 我记得苏东坡有一个公案 有一天 苏东坡 在尽的寺庙里面 他们时常谈话 交谈 有时候是互骂 苏东坡有一天 精神非常之好 神彩飞扬 入到寺院 探访佛印禅师 佛印禅师 他们常常有礼环 苏东坡见到佛印禅师 佛印禅师是苏东坡的师父 师父 你看今天我的样子怎样 你看我像什么 今天我像什么 佛印就说 你像一尊佛 佛 你是佛 你根本是持佛 苏东坡说 你知道我看你是什么 佛印摇头 我不知道你看我什么 苏东坡就讲了 我看你像一堆石 苏东坡 牛份 即是大家伤骂 苏东坡就以为很有趣 你佛印禅师说我是 看署佛 但我说你是一堆石 大家对骂 我胜利了 他回到自己的房舍 跟苏小妹商谈 这件事 今天我见到佛印禅师 我说她是一堆石 她说我是佛 今天我胜了 苏小妹说不是 佛印禅师 他看到万法都是佛 所以就说你是佛 你看到万法都是史 所以你就出史 这是佛印禅师 用文字的禅语来相骂的典故 先听周郑大姐你的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